公外孕术后多久来月经 何静 产和 副主任医师 公外孕 你要看它是哪一类型的公外孕 现在的公外孕 绝大多数它是舒暖管 意味人身 这种公外孕呢 咱们现在都是微创手术 腹腔镜下操作 它对于暖槽 它的血运影响是很小的 所以绝大多数人 它是在术后一个月 就能正常来月经 但是呢 每个人体质不同 在一个月内 是不是它的暖槽功能 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可能它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调节 大概就在三个月左右 那在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呢 月经可能会亮多一点 少一点 月经周期可能时间长一点 短一点都有可能 如果它这个意味认识 是发生在暖槽上 那么暖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暖槽功能恢复起来 可能会慢一些 这些人可能需要到三个月左右 才能来就是跟正常人一样的月经 如果这个病人 他意味妊娠是由于炎症导致的 导致他速暖管周围沾联比较厉害 那么严重影响他暖槽功能 那这些病人有时候 他的月经可能到后期 来的就不是那么顺利 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才有可能 专家提示 一 宫外孕类型很多 不同类型的宫外孕治疗后 月经的恢复时间不同 二 对于输卵管意味妊娠 多数患者在术后一个月左右 即可恢复正常月经 三 对于卵巢意味妊娠 可能需要三个月 才能恢复正常月经 修理 请 lista